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台北股市的中場是上漲15點 以10506點來做收 那成交量持續萎縮來到941億 剛剛在廣告時間我還跟坦克也聊到 這個大盤怎麼越來越量輸 大盤變成反彈無量 下跌量增 但是受到年底的法人連續假期的影響 是否這個量能的萎縮 會在未來兩週持續的一個發酵 那我們注意到 因為今天台北股市主要的攻堅力道 在於台塑集團 台塑世保在今天全面發動了一個攻擊 從台化 台塑化 台塑 包括南亞福茂全面的一個走高 當然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其實台塑化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什麼指標 反指標 觀眾朋友 它是反指標 你還記得台塑化跌停板什麼時候嗎 觀眾朋友去找找看 台塑化上次跌停的時候 是台北股市最棒的買點 那一天台塑化跌停板 哪一天 觀眾朋友自己找 台塑化每次大漲 導播我們看遠一點點 來來來 對來來 6月27號大漲 觀眾朋友 台塑化的股價很妙 它常常變成一個控盤指標 第一個 它的權值非常大 但流動性跟流通股非常的小 在台北股市相對比較畸形的聲帶當中 因為它的流通股很少 三大 台塑世保 對於台塑化的持有 基本上這個股權就超過六成以上 加上了政府基金跟外資法人 所以台塑化在外面是沒有股票的 所以它又佔權值 所以台塑化扮演台北股市第三大權值的角色 常常在關鍵時間點出現 所以你看到台塑化6月9號開始狂飆 打包我們都來看台北股市6月9號發生什麼事情 也沒發生什麼大事 來6月9號 觀眾朋友注意到10500點 也就是台北股市上一波來到10500點 現在的位置 6月29號到現在還是在10500點 那當初怎麼去突破10500點呢 就是台塑化 觀眾朋友我們再回去看台塑化的K線 所以台塑化的股價或台塑集團股價 有時候特別有台塑化做指標 它代表一個行情的方向性 我們要反的做 台塑化的噴出通常是大盤的賣點 台塑化的大跌甚至跌停板 會不會閉著眼睛買台北股市 所以台塑化的形態 你說世光又是空總之力而來 這個台塑化過去官方講 你看台股夠久就知道 台塑化其實非常具有一個指標性 它不會沒事大漲 也不會沒事給你大跌 它每一次大漲大跌 背後都代表台北股市相對位置的 一個進出場的時間跟抉擇 但今天台塑集團大漲 主要受到PVC價格的走高 所以我們看台塑集團全面的一個噴出 但對指數的貢獻就非常有注意了 那掩護了台積電的弱勢 跟鴻海的震盪 那今天加配合大力光的反台 以及國劇華新科的漲停 大盤報告完畢 上漲15點 所以這邊馬上請台塑化做觀察 像 觀眾朋友 明天漲什麼我不知道 那後天要漲什麼不知道 可是明年要賺錢 觀眾朋友 名牌出來了 很多這種電子零組件 就以被動元件 國劇華新科 觀眾朋友 明年會不會漲? 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現在放空它 明年會大賺 所以這個台北股市 所以說中石戶為什麼有退場 跟著外資去放假 因為明年漲什麼不知道 可是明年要放空什麼 會賺錢的 已經在檯面上了 談給我們怎麼觀察 對 我們來看 其實這一波剛剛事光提到沒有錯 我們來看塑化類股指數 塑化類股指數的話 今天其實是創下一個波段的高點 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 今天盤中最高來到276點多 要去挑戰前面那個282附近 這裡其實就延續著 世光線前說的 拉金融出電子 現在變成拉塑化出電子 今天包括我們看很多 傳統股像台波這些流行股 創波段高 都創波段新高 對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是 第一個是資金網非電做一個移動 第二個就是其實電子的部分 其實有點人氣退潮的現象 就是大家對於電子股 其實有點興趣缺缺 是 我們年底很多結帳 我們看很多法人 基本上包括了中石戶 在今年以來電子股氣獲利非常多 包括像光學類股 今年光學類股給台灣 上市公司創造了數十個十億富翁 觀眾朋友 不是公司賺錢 是今年股價的波動 給上市公司的這些光學類股 我世光聽說的 數十個十億富翁 觀眾朋友 我們就以玉金光為例好了 你認為玉金光創造多少個數十億的十億富翁 觀眾朋友 我們看玉金光的K線 觀眾朋友 太多太多了 那基本上 你說沒有 我買玉金光賠錢 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之前提過 光學股這一波的炒作 基本上就是貧富差距擴大 其實從很多的元件 等一下會從權政角度跟觀眾朋友報告 明天漲什麼 跌什麼 不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明年會跌什麼 觀眾朋友 答案都在出來 光學類股是我們從這個節目開始 替觀眾朋友注意到 你從認受權政 可能可以賺到一點小錢 可以做一些避險 明年會跌什麼 其實很多零組件都會發生 對 今天非常詭異的一件現象 就是剛剛世光提到 不管是華新科 或像國具 這種集團股 其實被動元件 今天還是在大漲 可是你會發現 這些個股的大漲建立在什麼 第一個 它建立在說 蘋果對手機的需求 還是很旺盛 他們接它滿漲 同樣的邏輯 其實在被動元件之外 還有像PCB 像這個2367的藥皇 最近其實也是大漲 他們也是說 今年的話 他們有接到明年 因為說今年 明年有機會 接到一些蘋果的單子 可是很怪 如果蘋果真的這麼棒的話 為什麼2330的台積電 會因為傳出這麼多次的 砍單消音 我們來看股價 把它放大來看 今天其實還是往下探 所以這裡其實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 如果說零組件會好 然後相關的代工沒有好 組裝也沒有好 這樣的前提之下 其實就拿世光的話來講 兩個部分 其實一定有一個說法 否則就是國外的業者 都被我們相關的PCB廠打趴 這兩個邏輯裡面 可能性應該很低 沒有 應該說人家是 就是世光說的 有一個空窗期 當空窗期出來的時候 其實台灣業者 是可以短期之間 補上去這個缺口的 但是補完 人家改善製程完之後 其實整個單子的流動 都會回復原本的樣子 是 所以我們注意到 這些個股的一個炒作 觀眾朋友還是要留意到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大盤目前在1萬6萬 有點震盪 這跌一跌跌到這邊 我們再回到大盤 感覺又沒事了 那會不會再來養套殺 觀眾朋友你看 這形態像不像郁金光 觀眾朋友像不像 只是郁金光後面那個 三個月走勢 台股還沒走出來 所以我們從這邊做一個解讀 因為亞洲股市當中 竟然是漲跌互漸 特別是大漲的 包括日經指數 今天還是很兇 漲了快300點 超過300點 那指數持續在高檔 進行一個震盪 可是弱的 包括大陸像深圳的中小板 上陣50 都有破底的壓力 所以基本上 這亞洲股市也是牛熊 對 牛熊並存 因為他們現在是 露股巷在強監管 所以其實蠻多的這個政策 其實是要把市場的資訊弄好 因為明年才會有大行情 好 我們從亮怎麼觀察 坦哥哥剛剛廣告之前 我請教你說 這亮怎麼說 你是說法人去放假 不是 應該說現在的話 我舉個例子 早上 因為最近我們都會說 平常我們都會收到一些 法人的報告 但是呢 從大概上個禮拜開始 就開始收到說 他要去度假 所以沒有來寄報告 他要去度假 沒有來寄報告 所以發現 其實今年因為 我們先前提到過 今年是個大漲年 大漲年其實12月 結帳的賣壓是存在的 所以配合著 其實結帳完之後 把這個相關的利潤取出 就是把這個Portfolio 拿出來之後 其實法人要做這個 分獎金的動作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 短線上其實這裡 要先等到年底過後 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 好 我們就要持續做一個觀察 我們先進廣告 懷先從期貨跟選擇權市場 再看到權政市場 面對已經到十月底 大盤開始亮縮 明明要怎麼做一個佈局 跟一個掌握 這樣我剛剛懷幫你做 節目是最終